我覺得剛剛這些 都還是見仁見智嘛 有的是心理上念念書 我要分享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跟健康有關 也是我懷孕以後我才知道 我大概懷孕三個多月 說去醫院產檢 然後我抽血驗血 那醫生看著我驗血報告的時候 忽然間就眉頭伸手這樣 然後我想這是幹嘛啊 我們看到之後反應都會很害怕 是剛剛的報告是怎樣了 然後他就說 你身心有來嗎 我說有啊 他在外面 他說那你叫你先生馬上去驗血 說現在去驗血了 我說那醫生我是怎麼了 他說驗完我再說 就是這樣子 好可怕喔 那時候真的很年輕 現在我會覺得這醫生怎麼講 那時候很年輕就怕 然後好… 然後就帶我先生趕快去二樓驗血 驗血到一個半小時之後 報告出來了 出來以後再去敲醫生的門 然後再進去 然後繼續他就說 那你先生一起進來 那我們兩個就突然這樣 這好像上那個 那種受刑牌一樣 對 就想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醫生看一看就說 好 那這樣沒問題 可是我們已經熬了一個半小時 對 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就要說 他說沒問題 我們才鬆了一口氣 他說因為剛剛你呢 江太太就是我 他說你江太太你呢 我有地中海型瓶血 我從來都不知道 然後地中海型瓶血 一驗出來 我那個紅血球的血紅素 非常低 然後呢 那如果我先生也是 地中海型瓶血的話 醫生說 你們兩個如果都是的話 三個月一定流產 你勉強生下來要全身換血 你換血完 即使癢 最多癢到兩歲 他當時這樣說 結果我先生喔 那個一驗血出來喔 那個紅血球 胖的 超肥 超大 14 所以等一下 他是那種血氣很旺的 我是那個手腳冰冷的 所以醫生說 那你們這樣應該問題就不大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這個很重要 以前我們課本 都沒有教我們這個知識 因為如果兩個人談戀愛了 這時候生了 所以妳說要找紅血球 很胖的男生 他先驗血 現在折偶條件也太多了吧 先驗血 第一次驗會就說 你的紅血球 這個很重要 你不覺得嗎 有一位的寶寶說動脈比較 是我的孩子在懷孕期間 做那個高層次超音波 那他是 我們家的弟弟是 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在懷孕期間 他那幾代上面會有兩個動脈 一個靜脈 那我的寶寶只有一個動脈 然後一個靜脈 就少一個輸送養分的 那醫生跟我說 如果是這樣的寶寶 通常是心臟可能會有缺陷 或少一顆腎臟 然後他就趕緊幫我再做 對啊 其實你在懷孕期間其實很敏感 你一聽到這個都快昏倒 對 然後就趕快幫我再造很精密 全部都照顧以後 還好 這兩個部分都有 所以就沒有問題 但是在你快要生產的時候 要非常的注意 他說 因為很可能 但你快要生的時候 他可能就 那個管子就壞掉 我就不能用的話 他就會生下來 對 就不一定可以生下來這樣子 那所以到後期 我就變成被規定 每天早上跟晚上 都要數胎豆 就是半個小時 應該是半個小時要十次 那如果低於十次 我就要去醫院 好緊張喔 所以妳隨時都要處於警戒狀態 就是早餐跟晚餐 我就要躺在床上 左邊數完要數右邊 因為有兩個嘛 就是都要數有十幾個 那兩位懷孕中的女士 就是聽這個故事會嚇死 太不嚇死了 嚇死了 這是罕見的... 就這種事情是不要聽比較好嗎 對...不可能 現在當孕婦啊 產檢很多 還要去照那些什麼 要看妳的頸部的厚度什麼 什麼軟色體啊 什麼什麼很多 什麼頸部的厚度 因為要看妳有沒有可能 會是唐室症 頸部透明帶 對 然後要看那個厚度 嬰兒的頸部的厚度 因為如果太厚的話 某一個期間當中 那個頸部會有一個透明帶 要來看他的那個厚度 然後他一定要 在那個時間裡面檢查 因為之後就沒有了 那一定要做啊 妳就很怕寶寶 萬一有怎麼樣的問題 對 而且妳每次去產檢啊 如果那個醫生跟你講話 有停頓 妳就覺得怎麼了 可是我剛剛那個醫生啊 真的嚇得我 對啊 那時候懷第一胎的時候也是 我們就是那個驗完血 是要看那個 唐室症寶寶的那個驗血 然後驗完過一陣子之後 他就打來說 徐小姐 妳的那個驗血報告出來了 超緊張 對 就用這種語氣講話 對... 一不講 我就說 然後呢 他說妳的那個 機率算是比較高 然後我就說 然後掛... 我就說那妳把那個報告給我 對 然後掛了電話之後 就立刻大呼 對 我掛在那邊說怎麼辦什麼的 妳就慌張很久很久 然後妳還要再做下一個檢查 所以沒有辦法詳細的問說 是多高這類的 沒有 後來我數據出來之後 我就把它交給我大姑 因為我大姑也是醫生 對 然後他一看就說 妳這個數據是因為 妳可能過瘦 才會造成這個數量 所以就把爸媽嚇的 他太可怕 有時候抽血染色體如果太高 如果唐室症或是什麼 染色體太高就要做那個 羊毛穿刺 而且在孕婦的心裡面 其實不會管他多高 就是好高... 對 他只要講一個鹹天高 你就覺得你要死了 對 你就覺得 你寶寶就是怎麼樣... 像我兒子也是 在我懷兒子八個月的時候 也是我們去做了一個 就好像胎心嬰的檢查 就做到生之前的 那醫生也就是 進去檢查出來之後 就我跟我先生就站在那邊 他就說 Oh my God 就想暈倒 不太好 他直接說不太好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 什麼意思 他說 妳的胎盤已經有點蓋化了 然後就是 妳的寶寶的心跳很弱 我說怎麼可能 怎麼會很弱 就是他好厚大 我照顧得很好這樣 他就說很弱 怎麼會這樣子 我過了他這麼久 他就說 那妳兩天後再來 我就說不要 要不要現在就剖腹 我說萬一 才幾個月啊 八個多月 我說要不要現在就剖腹 我很怕我... 然後回去之後我一直 那兩天我很煎熬 我一直想像就是 寶寶被什麼 期待繞緊啊 或是突然就缺氧 或是突然就心跳弱 然後我就會一直想要聽他的心跳 一直看他有沒有動這樣子 然後當天他就... 我就跟他說 我當天早上可能沒有吃早餐 會不會因為這樣他沒有動力 他說有可能 所以我去做檢查 那天早上我吃超多東西 吃到就吐出來 我還是繼續吃 我想說我要讓他有動力一點 然後一直跟他精神喊話說 妳要動我...這樣子 再去檢查 而且我當天離開的時候 我去吃豬豬餐 我根本吃不下 有先生就說那妳要多少吃一點啊 就是因為沒有吃睡才沒有動力 我邊吃邊哭耶 我整個那個豬豬餐 全部都是眼淚跟鼻涕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就在天下舞賊的結尾 我看到 有窩音那個吃烤拉那樣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你如果是婦產科醫生 你不能隨便安靜 因為你知道每... 沒有任何醫生 安靜都會給病患 帶來很大的壓力 可是因為你知道 媽媽躺在那邊 照超音波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醫生的臉 你就只會躺在那邊說 醫生怎麼樣 他如果回答是慢一下 很遲疑的感覺 對 你都會想說怎麼了 是不是聽不到心跳或什麼的 所以在整個產檢過程中 那個什麼針插進去那個 是最可怕的嗎 而且還我穿刺 我覺得照高層次也很可怕 照高層次就是要看小孩 正不正常 然後怕 高層次才看得清楚 只有高層次 只有高層次 誰會有誰要照低層次 那幹嘛叫高層次 就不要取這個 高層次是可以看得到內臟 他可以看得到內臟 他可以看得到軟色體 他頭有...有沒有發展 然後心臟 腎臟 手指有沒有爭 很可怕 你躺在那邊 一個小時 但是我是比較久以前 我兒子十五歲 以前我們沒有真的 真的嗎 真的 你們那個年代 也沒有3D對不對 現在的頭 現在真的很... 沒有 可能我太忙了 所以我放哪個年代 有啦 婚姻幸福右妹們 幾位甜蜜大分享 今天我先接我放學回去 這是基座的右邊吧 我一開車門 腳一踏出去 我就倒在地上 整個就暈倒了 因為他想要把我抱起來啊 結果呢 我太胖了 他手當我脫久了 就是 路邊黑黑的沒有人 結果他就哭了 哭了啊 他就一直親我的嘴巴